Lin叔豪的防守基本功与防守策略 是钢铁人从谷底翻身的重要因素 但要突破困境取得最后的胜利 仍是需要自家积分板上的数字比对方多 今天绝逼跟你一起看篮球 就来讲讲那个膝盖受过大伤 年龄也高达34岁的Lin叔豪 是如何在失去第一步碰压对手的爆发力后 仍是可以在进攻端主宰比赛 那废话不多说 马上我们就先来看看Lin叔豪所拥有的武器库 首先就是控档的稳定度 看似简单的基本功 却也是所有进攻的根本 只要你控档投不进 后面什么都不用多说 再来是脚步 很多人以为篮球是用手再打的 但其实脚下功夫才是篮球的精髓 这球林叔豪上来手递手挡拆 接了球的瞬间马上遍布 让自己的两只脚都可以是轴心脚 并阅读对手的站位 当对手从右边上来后 先是把球拿到左侧用身体保护 并用左脚当轴心脚 右脚启动并借由整个身体完美护球 然后身体靠着掩护者 不给对手任何一点空间成功突破第一线的防守 再来看一次 这次从右侧上来接球 垫步后 阅读出进攻空间在左侧 然后一样左脚轴心脚 左侧下球右脚突破 完美利用WINDER的掩护 创造出可以投射的空间 再来看这球更是经典 手递手接到球后松脚垫步 这时耐心判读对手的重心 让防守者重心往左边的掩护者身上靠 马上把球拿到右边 右脚往后踩 改用左脚突破 用身体与左脚保护右侧下球的空间 虽然这球用慢动作看 是有走步的嫌疑 但流畅的动作与快速的下球速度 裁判并没有用哨音去毁了这个精彩的动作 而这样的一个回绝掩护的攻击选择 也让后方的协防者来不及去补防 后续的交代事物就是直接送给了苏豪超级大控档 然后苏豪的大控档稳定度 支持他完成了这个精彩好球 这样精湛的脚步技巧与投射稳定度 就是苏豪失去了爆发力后所下的苦弓 让他可以随意用技术突破第一线 并且把握投射的机会 那马上我们就来看看对照组 这球王绿祥一样是跟队友打了个手递手挡拆 跳起来接球后是单脚的右脚着地 等于他就是只能把右脚当成轴心脚做攻击 这时候你从左边用左手下球 你的右脚并无法保护你的球 你的身体也是面对对手 并无法完全靠着掩护点 就让对手有一丝丝的空间 可以穿过掩护跟着你 并且干扰你出手 再来这球也是一样 守地守后看似双脚着地 但王绿祥很快动了他的左脚 这一个刺探步 高果豪的重心并没有改变 而失去选择的王绿祥 只能用左脚突破高果豪的后侧脚 自然而然是难以突破对手 那接着再回来看林书豪的持球脚步 这球对手是有让出一步的空间 但如何创造出更大的投射空间呢 这里仔细看 一个启动步让对方重心成退 然后顺势收球创造更大的投射空档 这一系列的脚步动作 就是在证明篮球真的是用脚在打的 讲完了基本脚步 接着换讲空间概念 身为控球的他 就是整支球队的空间顶点 他的走位会不断拉动 整体的进攻空间 这球看似不经意的还原到顶点的动作 就把原本可以一手二的宋宇轩带走 成功创造出铁米的出手大空档 再来这球先是等掩护上来 然后金针的脚步突破第一线 这时四关档相当正确地做出干扰的动作 而这同时就是展现书豪阅读能力的时候了 有人斜防必定有人是空档 就看控球者能否找到那个机会 再来这球也是一样 切入后他阅读到最后一线的书尾上来斜防 直接一个对角线传球精准地把球送到底角射手手上 接着一样是挡拆启动 但他不急着下球 而是在观察对后的无球走位 与对手的防守反应 让对手犯了错 机会出来时 直接一个送球 分数就可以轻松拿下 讲完了大空档把握度 运球基本功与空间阅读能力 最后要讲的 就是被现代篮球所忽略的中距离 这球一样是利用挡拆后得到突破的机会 而经验老道戴维斯只给你一种攻击选择 那就是中距离跳投 能不能把握这种攻击机会 就是在考验你的基本功 看看这一个切入后的瞬间 基本上队友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就只能靠你把球投进篮框 而这种基本功 四篮四篮不倒 在NBA磨练过的林书豪 看看这一气呵成的动作 接球后双脚垫步 正确的左手下球 右侧脚护球 接着阅读防守 阿滴诺成退 其他队友没机会 中距离直接拔起来两分到手 那马上来个对照组 陈宥伟持球挡拆启动 但他没有完全紧靠着掩护点 当防守者是有机会绕过掩护的 接着戴维斯成退后 陈宥伟并没有稳定的中投能力 来终结篮框 那在送上另外一个对照组 悟空持球打挡拆 同样跟掩护者的距离空间太大 接着当对方中锋成退时 他并没有正确阅读 并且做出投射的动作 而是持续运球 让自己跟拖车的空间越来越近 让对方中锋可以轻易一手二 赏给温德一个大火窝 我相信受过伤后的林书豪 爆发力与体能已经不会超过本土太多 更不可能比得上洋将的爆发力 但篮球能够打得好 需要的是扎实的基本功 来支撑起他们的体能天赋 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精彩的全场判读 来到台湾的林书豪 很常会打early offense 也就是运球过来后 不等对手与队友落位就启动攻击 却是这一球跟孙思雅的高位挡拆 漂亮的换手运球 把扑上来的人直接过掉 然后面对一样补出来的泰勒 再次换手运球 攻击对方的前侧角 并且紧靠着孙思雅的掩护 一次吃掉两个防守者 接着这样的走攻 中锋一定还没回防 杀篮下后用对抗性与身高优质 吃掉小他一号的高国豪 那我们转换到现场的精彩视角 让大家看看孙豪精彩的演出 再来这球也是一样 运过来后没有战术启动 而是直接设立挡拆 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 来仔细阅读这个情境 海乐被温德带到对边的游戏区 吕齐敏想要逼迫林书豪走左边 因此前侧角是左脚 而Arteno拉到三分线外围 在掩护着后方 避免林书豪走左边后 有直接投射的空挡 面对这样的情境 给你三秒钟思考 如果你是林书豪 你会做出怎样的进攻抉择呢 答案就是这样 你猜对了吗 用他扎实的基本弓 换手运球 攻击对位者的前侧角 从右边切入 就可以直接攻击到 空荡荡的游戏区 在短短的时间内 正确的阅读场上的情境 并且快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配上扎实的基本功辅助 就是他拆解台湾蓝坛防守的方式 这球也是一样 泰勒被对持球者 Arteno被温德带到左边 右侧的Lawman是高国豪 因此只要突破第一线往右边走 分数就可以轻松拿下来了 再来这球则是曼尼高的失误 在前场的地方压迫对手 只要被突破了 对手有很长的一段加速空间 接着在突破后 凝数好没有一股脑的冲进去吃锅 而是聪明的用身体对抗改变节奏 创造出可以上来的机会 以下这一系列的找工画面 确实是靠他的身材优势 来顶开最后一线 但不可否认的 清除了大脑配上优异且扎实的基本功 让他可以轻易来到对的位置 发挥他的身材优势 而这球同样是大脑与技术的精华结合 这球曼尼高用夸张的转身 背对对手去走Under 凝数好相当聪明的再次利用掩护 并且抓准曼尼高一定会在走Under的防守策略 直接搜球拔3分 抓准对方的防守策略做攻击 那接下来我们再带到几球 挡猜的高级攻击技巧 一样先是挡猜启动 仅靠Under摆破曼尼高 接着经典人来了 Nioma选择向前踩一步伸手去干扰 失去中投机会的凌书豪 并没有卡死搜球 而是在这一瞬间 转换成攻击步伐 加速突破Nioma的前侧角 这个瞬间就是这波进攻的精华 让防守者完全来不及转身 只能赔上犯规 让输豪打了个2加1 而换成左边的挡猜启动呢 还相当年轻的Nioma 再次犯了一样的错误 又是往前踩出一角 改变自己的防守重心 并输豪不会错过这样的失误 再次用金战的基本攻攻击你的前侧角 但不是每个内线都像Nioma一样菜 刚遇到了戴维斯这种经验老道的协防者 林书豪的攻击难度就更高了 这球虽然是林书豪成功打进还买到犯规 但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戴维斯的站位 相当精准地站在林书豪的突破路线上 重心没有太低 步伐没有太大 随时可以干扰投射 或者是切断切入路线的优质防守动作 这球真的差一点点就是一个漂亮的火锅 但面对这样经验老道的协防者 林书豪一样有他的方法可以破解 这球一样挡拆启动 先是扎实地绕过掩护 面对戴维斯优质的协防站位 他没有硬上而是选择慢下来 用身体把自己的防守者挡在后面 然后让温德再去挡一次戴维斯 帮自己创造空间 成功完成中距离跳投 这球更是经典 点名温德上来挡拆 绕过掩护后 再次用身体去挡着自己对位的防守者 创造时间与空间 让温德可以再去做一次掩护 当温德再次挡着戴维斯时 后方已经不会再有协防者 让林书豪可以轻松上篮 而这个掩护法是有专有名词的 叫做Cell Screen 他并非是帮持球者掩护 而是去帮持球者创造空间 看看这球 卢卡跟克雷巴的配合 就跟苏豪的挡拆配合一样 克雷巴先是做了第一拍的掩护后 卢卡并没有急着攻击 而是用身体挡住Scotty Barnes 然后再借由克雷巴的卡位掩护 轻松获得上篮的空间 这就是标准的Cell Screen 那接下来应该是要来讲 钢铁人战术运用的部分了 但林书豪的内容实在出乎味道的多 碍于影片的长度 我们就留在下一步再继续讲 试说上次考虑大家拳头战术是什么后 有不少人猜了出来 那就再考考大家第二题 当林书豪手掌不断翻转时 这个暗号就是要打什么战术呢 也想顺便问问大家 心目中最适合防守林书豪的人选是谁 是羊将还是本土球员呢 欢迎您纽约告诉我 下一集我会再跟大家好好解析战术部分 与如何防守林书豪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